烤肉了 再讲一次啊 两名女子大声哄骚 互不相让 烤肉烤得火气大 双方平平叫嚣拉扯 不顾一旁朋友劝阻 原警到场后赶紧将人 强势隔开 事发就在新北市卢州区 信义路上 中秋夜三五好友相约烤肉 其中两名女子 一字酒后不满 其中一方声音过大 爆发口角纠纷 双方亲友共近30人 有人负责劝架 有人绑枪枪瞎瞎 现场闹成一团 当时邻居还以为 发生截头斗殴下的 赶快报警 原来屋主的孙子 找朋友来住家烤肉 没想到却爆发冲突 还惊动警方到场 朋友监酒后 口角闲些打了起来 索性原警到场维持秩序 这场烤肉聚会草草结束 闹剧也跟着落寞 解装声明 赵妹子 采访董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